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王成医生 今天是2020年4月22日 我今天刚刚看完美国总统的白宫的新闻报告会 所以特别高兴急着跟大家报告一件好消息 总统说下个星期 他说的Coming Week 下个星期美国将邀请 美国政府将邀请美国空军的著名的航空单位 在主要大城市上空进行航空表演 给美国打气 给美国打气 太好了 大家都一定要去看 接下来还是谈今天的那个纽约州的事情 Cummel 他的今天的讲话 仍然是谈到这个死亡的人数的时候 今天的纽约州的死亡人数还是474人 比以前都有下降 但是还是很多 接着Cummel在讲就是 今后要开放了以后 然后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好人坏人分开 然后盯烧盯着这个坏人 那么这个计划得到了这个前纽约市市长 这个Bloomberg 他当过三任市长Bloomberg 那个得到他的支持 他volunteer就是他不要你花钱 他让他的公司 大家都知道Bloomberg是一个亿万富翁 他不要你花钱 然后他呢 要让他公司呢 来做这个program 来做这件事 就是电脑程序来做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呢 Cummel把它分成一个是检测 检测完了以后跟踪 就是你把阳性工作 发现你阳性以后盯着你 然后同时呢 要求你必须在家隔离14天 假如你不需要住院的话 所以他是分三个 一个是检测一个是跟踪 一个是隔离 他把三个合在一起 那这个需要电脑的一个系统 然后Bloomberg他的公司 这个不要政府花钱 volunteer帮我们把它做出来 同时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得到了John Hopkins University 就是美国最好的这个学校 我知道他美国最好的医学院 从哪儿出来了 John Hopkins 还有一个这个Vital Strategies 一个公司 一个大学 一个公司 两个公司得到他们的帮助 然后把它完成 我跟大家 我跟大家以前就讲了 就是这个事情 最好是所有的人都带手机 手机上说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就说了 那么现在整个朝这个方向走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 Cummel他说 我们现在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要查的人太多了 这是我们的天大的一个困难 第二个就是查出来阳性的时候要人钉 所以他现在把人钉的人已经准备好了 他是动员了这个Sony和CUNY Sony就是州属的大学 CUNY就是城市 纽约市属的大学 这些大学里面大概有三万五千个学生 是跟医疗有关系 不一定是医生 但是跟医疗有关系 我们比如说护士 比如说是 学学化验的 比如学抽血的 这些 这些跟医疗有关系的 三万五千个人已经说好了 让他们来做五毛 来盯了那些 就是发现阳性的人 这叫 他叫 所谓的五毛 这个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那么 Cummel他谈了一个新的观点 他说那个为什么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 他们的这个呼吸气道的疾病和哮喘的疾病是白人的三倍 结果他觉得 最近可能有人跟他说 说那个就是有污染性的工厂 这个对这些人影响比较大 好像是有污染性工厂周围的这些人 好像是这个生活比较贫穷的人 有色人种比较多 这是他第一次提出来一个新的观点 所以他要解决这个城市污染的问题 就是有污染性工厂周围的人 他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第一次听到 再一个就是跟大家讲 就是今天的白宫会上吵得最厉害的就是 会不会今天冬天这个病态再来吵得最厉害 那么今天也是库默他讲到这个1918年的时候 那个大流感的时候 是八个月内回来三次 大家看这个图啊 第一个箭头是第一次 他叫first 第一次出现八个月内啊 然后第二次呢 出现的是最高 然后第三次呢 就三个箭头出现三次 八个月内出现三次 所以也是 这是周里面说的话 但是今天的白宫的发言的时候 一开始就为这个事情吵得很厉害 就是到底今天冬天会不会来 那么Dr.Porty他的意思就是说 来来来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事情我们知道 就是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和这次不一样 这次我们就是很被动 那么下一次 如果今天冬天来的话 那么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那么就有人说是五个月六个月 那就大家现在数就是 十月份左右就要开始 看有没有第二波 这个新冠病毒了 这个大家一定要看这个 这个是这个 库末展出这个图 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在1918年的时候 就来过三次 这个病走了 来了走了 又来了又走了 又来了 所以大家防防不胜防 大家所以要提好警惕 我再次要批评就是Dr.Burks Dr.Burks昨天和今天 人都谈到关于就是说 你要开放的话 那么身体接触的这个行当 他讲了三个 一个是按摩垫 一个是法郎 还有一个是打洞 就是那个纹身 这个都是身体接触 我的手要接触到这个 顾客的身体 接触到顾客的头发 那么这个怎么办 然后Dr.Burks就说 我们第一阶段说的 我们是必须要保持六次 意思就是说 这个不行 那么今天呢 为了这事呢 那个 Trump总统也解释说 说这类的东西 这类的工作 也是不要太着急 但是我对他们的解释 非常不满意了 因为我觉得他们 不是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出发 你知道 这类的工作 他第一个 就所有的人都要做身体检查 要检查他们有没有传染病 比如说你接口 你不能做这类工作 所以第一个就是 要开始这类工作的时候 那个 就是 理发员 理发员 按摩师 这些人 先要检查 有没有新冠病毒 如果他没有 他们才可以做 如果有的话 他们不可以做 如果他没有的话 他们就应该在那个 他牌子上贴 我是检查了 我这有证 说我没有 所以呢 我特别害怕 顾客传给我 所以呢 他在做的时候 一定要戴口罩 戴着非常的严谨的口罩 非常好的口罩 同时呢 戴手套 而且呢 按照规矩是 坐一个人 然后这个手套扔掉 坐一个手套扔掉 但是不停的洗手 就很重要的 当然要配合他们 所以顾客呢 也应该戴口罩 顾客倒不需要戴手套 所以这些事情 其实应该给一个交代 就是我们要开始 就是搭着什么样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 Dobus 越让我看 越来不像一个医生 好像是个当官的 就是 这个事情一定要开始的 不可能不开始 那么 在影响最小的 就是这个病 影响最小的地方 先开始 我们先看一看 那么开始的方法 就和我们以前 防止结合病的方法 是一样的 第一个 实施的人 这个理发员 和按摩师 先要去做 新冠病毒检查 然后把检查的证 摆在那里面 说我是阴性 我才能够做 那么 你是阴性的时候 这一下就解决了 一半问题 就是我们都知道 你不会传给顾客 顾客会传给你 这一下解决了一半问题 所以 你是阴性的时候 你就要做好准备 给顾客不要戴口罩 让他不要传给你 另外一个就是 你自己要戴口罩 另外一个要戴手套 每一次 这个 跟病人 一个病人结束以后 要把手套扔掉 再换另一个手套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应该 做一些铺垫 做一些交代 显得你 能够帮助大家 结果 那个很遗憾的 道布尔斯 一到这个时候 道布尔斯就没主意了 所以我很看不上它 好 今天一个挺大的一个新闻 就是 就是 米苏里 这个州 他的这个 Attorney General 就是 我们叫做 法律 总监 他 站出来 要向联邦 提出 提出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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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诉的案子 那么主要是 起诉中国 也管理 就是中国管理 隐瞒了 所以造成了 米苏里州的 重大的损失 这就是大了 因为他是 州的 那个 那个 就是 Attorney General 就是我们班称 就是 班称就是 法律总监 所以他就 和过去说的 那个 都不太一样 有议员说 提 议员提的是 建议是Bill 是预案 还要通过 那么有个人 居民 他提出来 都和这个不一样 这个是 在我看来是 最高级的 最高级 虽然是一个州 但是他是 法律总监 他是最高级的 所以呢 今天的那个 白宫新闻会呢 就有记者就问 那个 川普 川普说 我听说了 但是我没读 那个 他的那个材料 所以我现在 不能回答你 他说那你 关于这个 来源的调查 什么的 川普说 我们一直在做 所以 整个这个形势呢 就是真的是 一步一步朝 起诉的 这个方向 走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一个就是说 这里头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政治的方法 一个是 法律的方法 法律的方法 还有一些困难 政治的方法 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这个怎么说呢 我现在不能跟你 说得很清楚 但是呢 就是 我是觉得 这个 至少是美国人 在想办法 克服 这个法律的困难 要把这个事 办成 这是我今天 得到的 这个全部的消息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